好呦各位新的朋友,欢迎参加一月一度由AppWords 举办的 AI Meetup 因为不确定线上的新朋友多还是老朋友多,所以我就在简介一下 AppWords 是目前整个大东南亚区域 focus AI 跟 blockchain 的加速器跟 VC 同时也是整个大东南亚最大的创业者社群 这两年其实我们一直自力打造一个 AI 的社群 让创业者还有业界不管是 AI 或是教授、学生等是对 AI 有兴趣的人 想要了解 AI 怎么落地,可以有一个互相跟交流学习的机会 所以我们每个月都会固定邀请不同的 AI 奖者 像我们之前有邀请到 AppWords 的校友 如第一届的 Tattoo 的 Teddy 还有我们十二届的 Ambo CV 的 CTO 拼铃 就是谈谈他们在这块蓝海中是如何应用 AI 以及他们的心得 希望透过可以打造这样的 AI Community 可以活络 然后影响整个创业的生态系 这个月的主题其实蛮特别的 我们邀请到了十七届的校友 Religent 创办人 Blue 来分享 其实他本身是一位先天的听障者 身为一位听障者其实生活中总会遇到非常多的不便 像我自己本身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三年的同学 他其实也是听障 比如现在我们是男生班 所以其实每一次下课的时候 就是大家吵成一片的时候 我要跟他说话 他其实都会大概需要我讲两遍到三遍 甚至第四遍才有办法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因为其实既然如果教室是这样 其实如果在平常各个其他的场域 他应该会遇到更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所以因为刚好这也是Blue自己的切身之风 所以Blue可以给我那个同理心与觉醒 要达到出更便宜 然后更好用的就是助听器 还有就是整个解决的solution 所以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这次的speaker Blue 让他听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是如何去解决 然后并用AI解决他现在现有的问题 好 OK 大家好 我是Blue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其实我是本身是双耳的助听器 先天听商的一个患者 我本身也有带助听器 那我其实我们公司成立的也不算长 大概是18年的3月成立到现在 那其实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可能过去有听过我们公司 可能是在技术方面的一些新闻 其实我们公司从一开始设立这个目标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以生意这个公司这个方向为作为公司的一个主题 那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是说 助听器可能 在座的各位可能有亲朋好友 或者是一些爷爷奶奶 可能是比较少数人才配戴助听器 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说 可能这个市场可能关我什么事 这个市场好像是一个很小众的市场 那其实这个小众的市场 其实过去其实已经有很大量的一个玩家 而且是已经做了非常非常长久的一个生意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顺便分享一下 就是说助听器这个市场我们怎么切入以外 其实也是可以希望去说 有一些闪进军生意领域的朋友 也可以不妨也可以参考看看我们过去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过程 其实也可以相信也可以对你们有些启发 OK 那首先进入到一个主题 我先跟大家就是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助听器或是听力这个市场其实有多大 那这个市场其实在WHO就是最近可能被泡温回产的WHO 那他其实过去就有这个报告 就是说其实以现在的人口的增长的程度 还有就是说以现在的老年退化的程度 以及新生额有具有先天性停长的程度 他大概有一个分析说大概是在2050年前的 其实全球大概会有10分之1的人口都会面临到所谓的听力的一个风险 那这个10分之1的人口 如果以现在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在每年的助听器的出货量大概是1800万只 就是一耳的助听器 那这其实占了整个整个就是佩戴的人口大概是10% 对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些东西说 未来这个市场 他会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潜力 是在于是说 他的人口有可以去做到接近10分之1 可是以现在这个角度的佩戴率只有接近一成 所以也就是说他有接近9成的这一个佩戴率 是没有人就是不愿意 或者是佩戴过后觉得不好 而不继续佩戴 这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市场 那这样一个市场的状况之下 在既有的佩尔也就是说 我们所谓提到的助听器有六大集团 那这六大集团其实都是分布在北欧或是美国 那这六大集团其实在他们过去一个B型model 他们其实是助听器就是一而一而买 像我其实佩戴的这一个助听器 我其实是一而是接近3000块美金 也就是9万到10万块台币 那两耳的话可能会接近27万 那他们其实这样的既有的佩戴 其实是靠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高单价 而且高毛利益的一个市场 而且甚至是说因为其实助听器 他就算是一个声音的入口 所以也就是说有一些教育体系 他可能是想要协助政府 就是帮一些什么无障碍的一些空间 或去设立一些标案 这等等的加起来 其实助听器的整个六大集团的市场的市值 大概已经是在医疗的领域里面是警惕于药 就是这个药就给大家怎么每天在吃的这些药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市值 对那这个其实大家其实可以不用小看这个市场 虽然逆举 可是他的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其实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甚至是说这样的一个既有的玩家 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 他的名字叫做GNLUSHAB 他其实他旗下有一个品牌 大家应该都耳熟了一下 就是JUABRA JUABRA 对 这个大家可以就是看到一个什么 无线蓝牙耳机 甚至会议一些系统 他大概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 大概也是仅是像Logitech 或是CISCO 这样的一个龙头 OK 对 那这个以上就是我大概跟大家就是简介一下 就是说这样这个什么 听力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像的现状 好 那我现在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实我本身是一个听战的使用者嘛 所以其实我站在我的角度 其实我过去在成立公司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积极的以我这个使用者的角度来去探索 我是说OK 现在这个助听器这个市场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许有没有什么机会 是我们可以去进军的 那我现在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一些关键痛点 OK 那其实助听器的这个关键痛点呢 我们把它有做一个整理归类一下 这个助听器的购买上的一个行为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买了这个助听器 我可能在一年两年 甚至是刚配戴不久 我大概有多少的欲望 或是多少的需求 或是多少的就是动力可以让我继续配戴助听器 那这个部分其实跟很多医疗的产品一样 就像你买一个 不管是一个血压剂 或是一个什么心跳侦测的东西 其实它就是一个类似这样一个循环 它关键点就在于是说 我今天要怎么让这个使用者继续持续 跟你购买这样的一个医疗产品 那我们这个过去有做一个调查 大概是说有30%的使用者 大概是买了第一次助听器之后 他就不太不太愿意继续就被戴 那其中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太贵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一耳3000块美金 大概台币接近10万吧 两耳20万 其实对很多中低收入的家庭而言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以负担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这个部分的话 他有可能会觉得说他可能佩戴一次 他会觉得是说这个东西太贵 他就可能就直接拿去退货 或者他就不继续再去佩戴 那第二个原因是说 其实很多老人家就像比如说以华人的世界 老人家有听到的需求 当他进到一个听力中心 或是一个医院 给他验配助听器的时候 当然可能医生或听医师跟他报价 一而十万块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老人家 其实大部分老人家会觉得是说 10万块我可以给我的孙子啊 孩子啊 对不对 我觉得我这个听力 还可以听啊 还没有到很不好 所以我就继续 就是我就不配戴助听器 我可能买了一下我就退货回去 那我就 甚至我就永远都不配戴 那这样会产生到一个更严重的状况 因为其实人的经历曲线 如果你没有 如果你在退化中 但是你没有一个助听器 或是一个外在的声音刺激的时候 你的退化曲线会更快 所以当很多老人家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他其实会发生一个状况是 他可能第一年不戴 第二年要戴的时候他会觉得 哇那助听器怎么这么小声 原因是他的听力更严重 那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问题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 其实因为助听器呢 在过去的一个物理机制 它就是一个放大器 那他这个放大器呢 其实对于很多声音啊 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人儿 你从正常到不正常啊 当你听这个放大的声音的时候 你会觉得声音假假的 或者是说这个声音呢 怪怪的 用电池电流声 你会觉得不舒服 不适应 那这个也是导致是说就是 使用者不太愿意 继续佩戴或是虚购 那另外一个层次就是 当有继续在佩戴或是虚购 愿意花钱买 花很贵的钱买助听器的人 大概会有一个70%呢 都对于现行的助听器 有一个需求不满足 那其中一个 第一个最大需求不满足 就像我刚才有提到的 助听器它就是一个放大器 当你进到一个咖啡厅 或是一个比如说 酒吧咖啡厅 或是比如说你在开车 你会发现到啊 整个声音都一起放大 那人声噪音也是放大 所以当可能我相信 可能线上有很多朋友 他可能爷爷奶奶 或是一些朋友 可能会在住进去 你们大概都可以发现到是说 这些朋友可能在一些吵杂的场景 其实基本上是 听不太到你讲话的声音 对不对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这个70% 他其实抱怨是 因为其实人的讲话是有一个共鸣 声音的一个共鸣 当你助听器 他直接放在耳朵上 他其实他的麦克风 不是像人的人体之内收音 他就直接向外收音 当你会发现到就是说 这样一个声音呢 助听器进来的声音 你会发现自己的声音特别奇怪 因为你的人体的共鸣所产生出的 可能低频真的比较强一点 当你在助听器的时候 你在听那个声音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自己的声音 特别的高亢 所以会产生出一个 就是觉得不习惯的状况 那剩下第三个就是一个 抱怨自己的母语听不清楚 因为其实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就是 因为其实我刚才有提到是说 大部分的助听器产生都是属于六大集团 欧美或是北欧国家 但是这些国家都是英语系 也就是说他的止音 气音非常的强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当初在开发助听器的时候 他就对于气音 就是没有特别的 特别的强化 对不起 对于气音就特别的强化 当你这样的一个助听器 迈到东方国家 像我们讲国语 或是日本有一些就用日本话 日本语 他其实很多都是直音种 所以你会发现到是说 你在这些东方人 在欧美系国家的助听器 你会发现到这个声音 你会觉得听不清楚 或是理解 就没那么高 没那么好 对 那这个是我们过去 就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去跟就是 不管是助听器通路 医院 甚至于现行的市场调查报告 我们把它归类出这几个 是我们认为用技术上 必须要先解决的一个事情 对 那我再把这些需求 其实我们分类成一个 所谓的技术层面 跟张务层面 就像这张一个投影片 那以这个层面来看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有发现到是说 在声音的处理 不管是对于吵杂的场景 还是对于吵杂的人生对话一个瓶颈 这个是我们首先 必须就是以技术层面 必须为一个出发点 来去做一个解决问题 那我做一个这个技术上的一个 也做一个分享一下 其实 因为其实 大部分的助听器 它的机构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从麦克风声音处理的晶片 一直到打发播音 但是现在的这个麦克风 它其实就是 仰带着所谓的物理 振膜式的振动 也就是像我们那种 就是振服的一个方式去采集声音 那这样一个声音 它其实在一个技术的一个角度来看 万一如果我今天在这个场合有很多人声 或者是有吵杂的声音 其实对于一个患者而言 他听到的一个音感 这个属于一个很平面 很恶低很不恶微 不像人的耳朵里面有一个机子 可以帮你分辨出类似3D的那种音感的感觉 OK 那这样的一个效果 其实在声音处理的视线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著名的鸡尾酒问题 对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鸡尾酒问题是什么 我大概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 鸡尾酒问题就是 比如说你是一个想参加酒吧 参加一个聚会的人 当你进去一个酒吧的时候 很多人声在讲话 可是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越走到里面 你去跟一个小弟 或是一个服务生拿着一杯啤酒 可是你有个朋友从酒吧的外面 突然叫你一个名字 叫你一个服务 你会发现到这么吵杂的事件里面 正常的人耳是能够立即的回头 对 因为你的人脑有一个机制 就是它可以去就是帮助你是说 OK 我今天是在这种就是吵杂的人生之中 我就算有一个远方有人在叫你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分辨出来 但是在这个现行的这个声音的这个物理的世界里面 这件事情是一直都是很难以克服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加上是说 助听器因为其实本身是需要就是非常低的延迟 还有就是说要做到非常省电 以及非常非常的小 那为什么要做到非常省电 原因是因为其实像我带的这个助听器 我相信带着各位很多人都买过蓝牙耳机吧 蓝牙耳机顶多就是6个小时 8个小时差不多买的 可是你们知道助听器要撑多久吗 助听器至少都要撑一个礼拜 而且是一天是16个小时 因为你扣掉24小时扣掉8个小时 你就是剩下16个小时 你16个小时要撑个一个礼拜 从5过7天 你可能就是要撑这么多一个小时 那这个的话才能够符合就是 使用者的一个 已经习惯的这个助听器的一个使用时间的需求 好 那我们公司其实大概就是18年的时候 我们去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机会求问题 我们有去做一个就是研发出一个引擎 叫做我们多人生分离引擎 那我等一下给大家可以先听一段音档 其实这一段音档啊 会有就是两个人同时在讲话的情形 因为其实这两个人在同时在讲话的情形 是一个声音处理一个最困难的一个境界 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今天是一来一往 我可能可以更好抓取他的声闻 去做一个比对或判断 当你两个人同时在讲话的时候 其实你的麦克风做到的声音就是一个像刚刚那样 你要很仔细很仔细听 你才能听出两个人大概在讲什么 更何况是一个助听器一个患者 那我们经过我们这个引擎之后呢 我们可以分离出第一个人的声音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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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听到就是这个男生的声音呢 他虽然会有一点点就是第二个人的声音 但是只有一点点 就是大概是一个差距可能是5dB 可是你可以很专注的听到这个男生的一个 讲话的一个声音 而且甚至理解 那另外一个女生的声音是最困难的 嗨 大家可以发现到就是说 这个其实我们把这个透过声纹的处理 我们去把就是透过我们的引擎 去把就是原始的这种 这种混合在一些音档把它分离出来 那其实我们目的也是帮助听障者 可以就是在嘲查的声音之中可以听得更清楚 好 那我先跟大家就是找我一个介绍一下 因为我相信在这一场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是一些技术背景 那我也顺便分享一下就是说 其实我们公司的这样的引擎 我们也是使用了深度学习的方式去达到我们这样一个效果 那深度学习的这个方式呢 其实不只是说那些什么训练的架构啊 或是比如说声音要抓得更漂亮 其实有一种就是像我们这种声音的领域 有一种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一个门槛 这个门槛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你的这个助听器啊 它必须要做到非常短的延迟 因为就像大家都戴VR眼镜一样 如果你的延迟太长了 你会发现到影音不同步 你会觉得晕眩透晕 那过去的这种传统的做法呢 在这种短延迟的领域里面 其实他们就有一种类似深度学习的方式 也是去用所谓的阵列的 就举阵的加减乘处去产生出一个权重 去做一个声音的分析 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回音消除或是战照的效果 那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我们其实把它称作叫做filter base 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就是一个水温头的水塞 你就是有一个filter 那当你水温头打开了 你经过这个filter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干净的水流 或是水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声音的早期的做法也是这样 但是关键点就在于是说我刚刚讲的那个塞子 那个塞子呢 你今天就是比方说 他这个塞子是什么做的 过去的做法就是比方说在这种开车的情境 他会针对他会找一群专家 然后或者是说自己去录了很多就是这种开车的声音 或者是说甚至是说就是我今天就是实际去用使用者反馈的一个听不到的音档来去做一个回流 当然他就是把这样的音档来进到所谓的实验室去真实模拟这个情境 然后搭配仿灯喇叭去做 然后他就是这个过程去用机器 去做出这样一个塞子的样子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理解大家应该会是比较浅显易懂 那这个成本最高的就是其实就是在那个塞子 要怎么去做这个塞子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 因为其实过去的这种助听器 他其实给的这种声音的主意 不管是降噪还是怎么样的一个主意 他其实就是靠着手机的APP 就是当你可能今天进到一个星巴克 或是你进到一个超厂你在运动的时候 你就是要换各种各类似不同的塞子的概念 去做一个就是好的一个停档的效果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因为其实助听器要做到 像我刚才讲的做到非常非常的省电 那这个省电的部分呢 就是助听器产商过去的季度回合 他的做法就是开IC 其实就跟很多现在的生医的生医领域的产品一样 就是自己种植本砸下去 去从无到有 从零到一去做IC 把算法 就是做一个Logic PowerLogic化 那这个就可以去达到要的一个就是省电 或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像我刚刚讲的说 因为当你去把这种算法固定 或是硬体化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一个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产生 就当你今天有一个新的环境变化的时候 你有可能就是就 买合啊 或是就直接就是GG 就不好用 或是体验不好 对 那我们其实 其实在这一块的话 因为其实我本身过去也是在半导体产业 那我其实就是找了一群 就是现在的这群同事 我们这群同事呢 其实有些人是专心在做声音 有人是专心在设计IC 那我在针对这个声音的部分呢 我们确实是用了就是 Depernity的方式去改变了一些过去这种 要做很多很多的比特别的塞子 而且是透过Depernity 方式去训练出一个网路 是可以相对比较有弹性去适应各种不同的就是声音的情境 这是这是第一个目标 那第二个目标是说 我们其实我们自己有就是找了很多很多的人 入了就是接近10万个小时的声音 因为我们其实最关键的目标还是在于就是说 我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最好截取声音的方式去做人生 就是比什么会选择一个应用 那我们其实目前大概从公司创立到现在大概走了两年 我们大概就是已经就是包含是说IC进行了量产 还有就是说就是后续的一些就是算法的优化 那我们其实我们当初的一个策略其实还蛮就是正确的 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在不管是自己在做IC 我们也没有就是说像在做到什么台积电4奈米 3奈米5奈米这么高的制程 我们大概是用一般的大概是28奈米的一个制程 那我们其实在基于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就训练出一个还不错的模式 而且有达到是说就是所谓的省电 或是一些不改变现行注定器使用者的一个使用上的需求 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算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基本功 就是一个基本的硬实力 那这个也是说今天我也是就是前半场想跟大家分享去说 我在以这个技术层面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先已经是市场需求 然后再以说现行的使用者怎么去做 那现行的使用者的一个就是遇到一个瓶颈 我们怎么用新的方式去做一个就是一个改变 强化自己的一个竞争力 那我刚刚就是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其实在不管是在注尽器领域 或者是在生医领域 还有一个东西是我刚刚网友提到 就是因为你这种就是做医疗的要用途的一个场合 一定都有一个一定有一个东西是不管哪一个客户都问的 就是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 因为你总不能 因为其实很多在做消费型领域 或是做电商领域的一个AI-based 其实很多客户他对于这个比如说测试报告的一个规反 其实相对比较没那么严谨 但是在医疗领域的测试报告就是非常非常严谨 因为有可能你今天你的注尽器在某个场合 你有可能效果不好 导致是说我今天可能这个声音应该要放大到90dB 结果他会放大到110dB 反而损害了这个使用者的耳朵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是一个 一个就是在做声音领域 不管你是用AI的方法做还是传统的方法做 还是什么黑科技的方法做 你势必在客户面前一定会遇到说 他会问你说你的测试报告大概有做的有多好 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这边也在那边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过去在做这个测试报告的时候 光这个测试报告 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会 因为其实像这样很多测试报告 他其实他的设立的年代大概是1970 或是1980年的那个时候的一个水平 但是你会发现到就是说 当你用新的方法在解题目的时候 题目就是指这些测试报告的测试项目 但你用新的方法在解题目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往往不如 不如用旧的方法解 还来到高温 也就是说其实在一些用旧的方法 用既有的方法去解这些旧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到他在测试的过程 他的分数会远比 AI地培论你 还有高 这个是我相信在座很多 如果是往生医领域的朋友 一定会遇到这个状况 但是千万不要气馁 因为我们其实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大概是 公司大概成立了大概是 七八个月 我们大概就有一个基本的雏形 但是从这个雏形到符合这个 所谓的FDA 或者是一些测试报告的标准 我们整整花接近一年的时间 但是这一年的时间 其实你会发现到 当你走过这个门槛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到就是 就是柳安花名又一寸 因为其实你能够做到这个测试报告的标准 是代表就是说你的实力已经 其实跟这些竞争对手 既有的配合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水平 那我这边也就是另外再讲一下 其实测试报告这件事情 有些人的做法 他会是先去比如说说服 但是在做这些测试报告的 规范的组织 比如说像蓝牙的规范 就有一个Bluetooth的规范 那像手机会有个所谓的就是3GBP 是用来规范怎么通话降噪 但是这部分的确在业界很多很多反应 说这些其实很多规范都是过时 但是我认为要等到他们内部 去做一个改变提案 这个是要做 可是不会是新创公司能够等的时间 所以我会建议是说 如果是说有这样一个 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朋友 可以不妨 第一个就是 当然你还是要把你的实力顾好 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 跟很多partner合作 或是一些 像我们声音说 有一些声音的实验室 它这个实验室 它其实好处就是 它可以去帮你 帮你去看去说 为什么你要测试 比如说你 你的标准可能是90分 可是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只有78分 或是79分 它至少可以帮你做分析说 这个79分的原因是什么 比方说你有可能在声音的曲线里面 它会觉得就是说声音的标准化不够 比如说现在在测试报告的时候 基本上声音就是60分倍 你可能进去你的声音就是40分倍 它都会认定这些就是一个噪音之类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的话就是 以上就是我们大概就是走花两年的时间 大概是可以做到就是说 线性六大附近70集团的一个水平 这样子 那我基本上我的技术部分 就是分享到这边 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 对对对 那其实这边艾蜜达是我们第一次 请到一个比较做声音相关背景的人 来做分享 那其实我也自己也蛮好奇 一开始的时候是 你训练轻力模型的资料是从哪里得来的 因为 当然就是因为需要很多的声纹去做辨识分离 那就是一开始从无道是怎么做到的 OK 其实因为大部分的 比如说一个新创团队在做这种 AI deep learning 的一个模型的时候 大部分的角度就是先以POC POC的意思是说就先用 就是所谓的open data 或是开放的资料先去做一个模型 然后再去看就是说这个模型怎么训练得更好 那我们其实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走过就是这种open data 用open data的声音来做训练 但是我们也发现到一些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的目标是要来抓精准的人的声音 而且很多open data的资料 在录音的过程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噪音 这其实会不管是怎么样的噪音 那其实就会增加机器一定程度误判 那我们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过去在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 其实就有规划一块空间 就是可以就是请人来录音 我们大概也是花了大概是十万个小时 找了接近三千个人 所以你们可能在这PDT上面可以看到我们 叫什么声音实验 其实当时就是我们就请了很多人 各种不同的年龄层 还有不同的职业 不同的就是性别 还有去说一些外国人本国人的一个差异 去做这样的一个 那我还好奇 因为其实我记得没错的话 纪维久的问题应该是1951年 其实就已经被发现了 那就是这个等于说 从现在是2020到1951 到将近六七十年时间 就是可能他真正没有办 就是就算我们现在有AI 我们可以也是像 不管是透过既有的玩家 或是像Rail Gen 自己都有的技术 那是什么原因 让可能就是还没有办法 就是让整个AI 但透过AI的训练的方式 让带上助听器人 可以跟正常人有一样的听力 了解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吗 就是这一个会议 或是那个力气的其实 其实我跟你说 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没有错 就是机会有问题 其实已经存在很多年 那过去呢 其实有一种传统的方法 它是靠麦克风阵列 麦克风阵列 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圆圆的 这个圆盘 它其实上面可能会有八支麦克风 那麦克风阵列的话 以这种就是白话文的一个来解释的话 它其实就是靠的是说 每支麦克风收集到你的声音的时间差 或是你的角度 你的方位去分辨出这个人的声音 对 但是这个先天上的一个缺点 是说因为它要靠的是时间差 也就是空气传导的这个 从第一支麦克风到第二支麦克风的时间差 所以它就很吃什么 很吃体积 体积 就是你的麦克风的距离必须要过远 对 就像你现在的这一支 科普茶就是这一个 这个叫什么 会议式麦克风 对 它其实就是要靠的是距离 那这个距离的部分 在我们就是早期我们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一个就是设定跟方向 如果因为当你这种需要很大量体积 吃体积的一个就是硬体的话 其实对于今天你要进到 助听器是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助听器它体积就这么小 它甚至是我带了 你要很仔细看 你才可以看到我带助听器 不可能拿一个很大的一个装置在额图上 那我相信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当初 就是在研发这样的一个引擎的时候 就把这一块的烤棉给纳入进去 这也是我们就是跟有别于就是 现实的这种助听器产品的最大的差异 其实现在一般AI最常遇到的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data怎么样 第二个是how to train the data 那你们一开始在training data 跟建模过程中 一开始遇到目前最大问题是什么 其实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 我们有一个新的就是 最大问题就是level data 因为其实如果你今天去做视觉 你视觉你可以用很多技能的工具 比如说先抓你的 先抓你的人脸 然后去做辨识 然后去做规类 就比如说我今天是要训练出一个有车经过 我就是可以先用一些工具先抓人脸 先辨别车子 但是声音没有 声音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证明 所以很多人问我们说 10万个小时音达 没什么 你也觉得没什么 可是我们说10万个小时 我们光label 我们光花了大概是四个月的时间 对 就很耳听 然后去训练出来 这样子 那因为最一开始建的模型 跟现在现行的版本 是总共tune了多少次 然后一开始有落差到很大 ok 这个我也是顺便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公司 大概是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新的模型 新的就是update的模型 那我们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当然它的那个 不管是在各方出去会越来越好 但我们有一个就是一个新的 就是说 其实 因为其实 我们公司有工程师 他其实专门在做一个自动化部署 自动化部署 那我们其实注意在这块的部分 我们其实有做一个就是 更新模型自动化部署 包括就是说 我们可能现在 包括 就现在一定会有些新的音档 你说一些新的情境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音档 再去把以前的就是音档 再去做一个重新做一个训练 然后再训练出来的一个过程 可能甚至是不用我们的进来 我们只要去负责检查后面的 就是生命的部分 好 那我最后一个小问题想要问就是 因为其实现在training AI的framework 大概就那几个 那你们当初会自选哪一个 那为什么 AI就对 framework 就是因为现在不是大部分 不是用tensorflow pytosh 那你们好像是用pytosh 你们是pytosh 对对对 我们其实早期是用cafe 因为我顺便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cafe 它其实早期我用它是因为 它的cafe是完完全全天的c-base 我记得是cafe1的时候 大概是2018年上半年 它这个c-base 那其他的当时pytosh还没那么好 其他的部分都是以牌场为base 那这个其实在一些embedded system 迁入式系统里面是跑不起来的 那我们就是以cafe 来去 cafe1来去做 这个就是poting 我们当时的算法 那一直到现在 因为其实pytosh 已经有慢慢整合 不管是C 还有甚至是一些 晶片平台的一切而生不一扣 所以我其实是还蛮推荐使用pytosh 来去做训练 好 那这个就是录今天的第一part的部分 那因为第一part 其实就是主要是分享说 他一开始遇到的问题 生活上应有的场域 然后以及他目前是 他们自己的技术 然后克服这样的问题 那如果没有相关进一步的问题的话 我们就知道第二个par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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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个水 那一口气要讲 40分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 OK 那第二个topic 这块部分就会提到的是说 关于就是业务的部分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认为 现在其实有一个 在市场上其实有一个趋势 大概是18年的时候 大家其实都还蛮红AI公司 嗯 不管你是做什么AI晶片 是AI的通路 AI的那个电商 去改变什么的 但是大家可以发现到 然后其实这个浪潮在2019年下半年开启这会 就是遇到一个状况就是 台水退了才知道谁没穿裤子 真假AI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部分的话 我相信很多就是新创公司 我也建议很多新创公司 你还是要有一个业务的一个方针去巩固你的 去辅助你的现在技术的部分 那我这边也是就是来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个业务推广的部分 那在这个业务推广的部分 就是以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的 我们有做一些市场调查 那这些市场调查 就是我有把一些商务层面的 在这个投影片去切出来 比如说太贵 太贵这个有原因 其实也算是一种商务层面 所以你的成本 你的成本可能很高太贵 那就是技术问题 那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说 你太贵的原因是因为 你可能买个注定器 你要付给医生一笔钱 你要付给通路门市一笔钱 那所以导致这么贵 这个就是商务层面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像听准意识不足 觉得还能听 这其实就是你缺了一个 人帮你捕莫你的solution 或是捕莫你的产品 因为你目的是为了要 让大家带注定的 让这些人直接带注定器 而不是说 让这些人有一点 在磨谷地带 就没有帮你推吧 这其实算商务层面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不能满足需求 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商务层面 因为其实有些需求 它其实是需要人去补我的 比方说我这个注定器 我可能第二次 我会觉得 我这种全耳塞式的耳膜 对我来讲 是不舒服 因为我第一次带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也觉得 哇 KK的 那我想请能帮我调 那这种东西 你就是需要有一个专家 去承担协助 这其实也是一种商务层面 那在于就是 70%购买的使用者需求里面 其实最后一点 这也是一种商务层面 原因是因为 大部分的租金器 其实传出在北美或州或州 但他们很少会更于亚洲地区 那怎么样呢 他们更于亚洲地区 你才能买到一个很适合你的租金器 这其实也是一种商务的一个问题 对 那我现在再做一个补充一下 其实因为其实现在的这个六大 以及既有的玩家 他们现在的一个走法 就我们这个上面的世界地图来看 起源于北欧 但是接下来 这些所谓六大的主要市场 大部分都是在美国 还有就是所谓的西欧或东欧 还有一些就是像沙鲁地阿拉伯 沙鲁地阿拉伯 他们真的是会买 就是对他们来讲这个租金器 根本就是一个小钱 所以他们其实量没有很大 对那第三个部分的话 就是所谓的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指的是说像大陆或台湾 或是像日本 或者所谓的东南亚 为什么会叫新兴市场 原因是因为这些所谓的新兴市场的东西 如果你要卖一个很贵的助听器 比如说两千块美金的助听器 很抱歉 在新兴市场一定卖不动 但是在主要市场可能有机会 所以这些助听器集团 他们可能在新兴市场 会有一些不同的策略 那不管是在哪一个市场 在既有的玩家 他们认定助听器 就是一个需要专程服务的市场 也就是说他们是透过广傻门市 或是收购门市去部署 部署在每一个 他们要打的国家 不管是主要市场 还是新兴市场 其实这个模式就有点 是像医疗界的7-11 能不能去买 因为他们想主打是说 OK 但这些老人家 不管全市是哪一个角落 这些老人家 他总会出门购物吧 他总会就是有些子女去上班 经过一家住进器店 就走进去帮他买个 他们现在有一个 比如说有大美甲都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部分 如果面临到一些问题 就是说 我是不是一个门市 就要一个体理师 或是一个医生 那我全台湾两千个门市 台湾大概有 大概接近三千多个门市 大概两三千个门市 你就要有三千个听力师 这其实非常非常庞大的开销 那听力师的薪水 以台湾来看的话 大概一个月六万 大概六万 大概六七万左右 对那其实这是一个 很庞大的一个开销 那这也是导致是说 住进器货怎么会这么贵 因为很大的部分就是在于 你在配那些专业的薪水 那第二个难题就在于是说 我这个住进器呢 虽然这个价格 第一个难题也导致第二个难题 价格居高不下 那我除了就是除了整理外 我是不是有门市 我是不是有废货库存 我其实 我们大概有看过 比如说以亚洲地区来看的话 一个住进器 大概是一个月 大概是卖三到四组 三到四组 一个门市卖一组 是卖三到四组 三到四组 那其实这个整个三到四组 好你假设你便宜的三万块 贵的十万块 你是不是扣掉一个人事成本 或是一些就是通路水电费啊 那些你可能就是 顶多自己再养个一两个人 那这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 那这个也就是说 目前不管是哪一个住进器品牌 都会面临着问题 那台湾的状况是 台湾没有住进器品牌 但是台湾你看那个大街小巷 你会看到什么柯林啊 博士啊 还有一些就是 什么 这个什么什么 很便宜住进器 还有现在原建大合 其实这些住进器 你在台湾看到的都不是 都不是住进器厂 大部分都是直接做 跟北美 欧美的这些住进器品牌做带领 所以也就是说 他可能在外面带领 可能大概是两千块美金 大概是加一加 大概卖你三千块 所以你在台湾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问我们说 台湾感觉很多人在做住进器 其实不是 大部分的国家 其实就像台湾一样 其实纯粹做带领 然后他们这些门市 去被这些所谓的带领的合约限制住 只能卖某一家住进器 某一个集团住进器 某一个集团住进器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问题 就是我这边有画一个 简单画一个图 这个图是很简单 就是我等一下大概说明一下 就是其实你现在的住进器这个市场 假设如果你可能家中有一些长辈 比如说爷爷奶奶 或是一些亲朋好友 可能带住进器 你可能陪他走完 就是从检验到购买住进器的流程 大概会长这样 所以首先你一定会先去医院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比如说医院有可能是耳鼻喉科 或是台湾的种种 或是长根 或是振兴医院 这几个比较权贵的医院 那这个医院呢 这个医师呢 他会去跟你说就是 你这个耳朵听不到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压力太大 还有一些比较夸张的 就是耳屎太大 我有朋友就是 突然说他突然听不到 他就去医院检查说耳屎太大 就是影响天地 还有第三个就是说那种就是 比如说生病 因为其实有些病啊 他这个你在发烧的过程 脑中会积水 所以会导致是说 你的听力神经被受影响 那你在医院这一段时候 你会发现说你的那个 神经受影响都听不到 那大部分的一个情况在医院这个部分呢 医生会对你开一个诊断证明 OK 那这个诊断证明 你就会拿这个诊断证明去右下桥的听力中心 那这个听力中心之后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或九十五百分之之后 之后就是由这个听力中心跟你去做接抢 比方说你有很多那个什么 听觉听不好啊 不好听啊 或是带不舒服啊 还有时间太 那个耗彩啊 或是机器坏掉 大部分都是在听力中心 就是我下面这个箭头 去很多来来回回 但是这个部分是既有的玩家是赞助 可是呢 来找就是这两年来啊 其实大部分来找我们的一些客群 他们很有趣 他们是反而是右上角的这个医院 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刚刚大家有听出来 我要带注定器 第一个要先拿到什么 医生证 但是之后呢 好像不关医生的事情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一点 那不关医生的这件事情呢 过去有可能是 因为医生病人太多 他根本懒得了你 他甚至有的医生会说 你这个就是年纪大退化 就是不用担心 政治会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在这几年来啊 因为这种所谓的生医领域 或是医疗科技的发达 很多医院都已经接受了 远距 或是光环 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一医院 其实会发现到一个需求就是 我能不能更有效的去追踪或者病人 比如说他真的生的是一个天长 好 我可以推给他一个 比如说一个耳机 一个东西 或是一个注定器 我先让他做医疗追踪吧 那这个医疗追踪的一个过程呢 就有一个需求啊 当我这一个 使用者带医疗这个产品回家 我是不是我每天都要用吗 我是不是我每两天四天一个礼拜 都会回传data给医生 去做一个check double check 那是不是增加回诊率 是不是回诊率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对于医院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必须值 那我们能够我们这间公司 这个动静会来这间公司能够做什么 我们这个不只提供一个注定器 我们甚至是说在一些医生 跟医生合作 就过去跟医生合作出一些 就是一些建议的模型 我们的模型 不是只有诱文带医 所谓的真因处理 我们还是诱文带医 就专业人员建议 当有些状况发生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先跟他做一些建议 请他回诊或是怎么样之类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我们看中一个 有别有六大集团 而且甚至是我们认为这件事情 是因为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95%的人就会先去找医生 那我是不是在医生这一段 就可以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就是导入或是推广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现在一个机制 其实目前在我们也有一些 一些重量级的国际的partner 像微软啊 还有就是说我们最近 可能大家有看到一些新闻 是我们跟POKOM一些合作 其实他们有去把我们的这一套 就是推广到全世界发扬的公党 那对于我 我的一个就是一个理念而言 其实我认为啊 听力这件事情 听战这件事情 它其实不再是一种 就是一种 钱 花钱的门槛 不再是一种就是所谓的富人 富人门槛 原因是因为是说 我像我刚刚有这种就是医院的部分 我其实我们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 比如说一个注定器这么贵 那我是不是可以先推出一种注定器是 我先让你上手 我先让你在这个治疗过程先带 价格不要那么高 对不对 然后你当你这个价格不那么高的时候 但你习惯注定器的声音的时候 我其实你就会 如果你习惯它 然后当它不构成你庞大的负担的时候 你会觉得就是说 你会愿意去尝试一个比较高端的注定器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不管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核心产品 还是说我们跟医院怎么合作 其实这都 还有对于这个患者而言 其实就是一个三方 win-win-win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那这个也是说 我们其实在这种就是 就是这个领域除了用AI改变事情以外 其实我们也是在商务层面里面 就是可以找到一种方式是可以 就是让这一个具有的生态系 能够就是有一个更紧密的 连结这样子 那刚刚的人这个故事我可以就总结做一个 一个总结 所以我们其实目前大家这边有提供的就是三个 就针对医院部分有提供出三个就是 服务啦 第一个服务就是可以针对医生的一个背景 或是医生做去常常建议的一个建议 去做出一个就是模型去让他可以更好的跟患者做互动 那第二个就是帮助他提供所谓的回整率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本业 就是我们其实从开发注定器的经验到现在 其实说可以作为一个贴牌注定器 去帮助不管是哪一种领域的想要卖注定器的人 可以透过我们的科技化的注定器的自动化产线 那基本上就是两周内就可以接到生产完毕 这样子 OK 那以上就是这是我们的愿景 More viewing more visual view 要播这个费的 OK 好奇的是 因为其实我知道像 可能因为我觉得挑耳机跟挑助听器 我想应该某方面是相通的 比如说耳型好了 因为像有些人可能带耳塞式的耳机 有些人就很OK 他的耳道也可能 因为有些人好像就是没有办法适应这么 可能有些比较窄比较宽 每个人的耳道形状不同 那所以像YSAC的耳机就算了 就算没有这么密合 我还是听得到 解析度也OK 那对一般使用程度也没有差 但助听器应该就不一样 那是这种耳道耳型不一样的问题 在你们做这种VD过程中 或是SELS的过程中 造成怎样的问题 其实 事实上每个人的耳朵耳型 我也可以再多补充一下 其实有一些人他是小耳症 他是连耳道都没有 他是出生连耳道都没有 这整个耳朵都是皮肤封住的 那这种部分就是我们 其实这个客制化的产品线是 我们其实不只是IC 我们也把整个G版都模组化 对于是说不同的所谓的需求 比如说你可能耳朵比较小 我耳朵比较大 我就可以一样的一个模组 去做成符合你一个需求 针对你的耳朵 另外一个层面是说 因为其实叫另外TWS 无线蓝牙耳机 对 无线蓝牙耳机 其实像AirPods 或是AirPods 他其实做的蓝牙耳机 基本上都已经 已经调查过 就是大部分的人的耳朵 大概就是长的那样子 那这其实也是一个 我们进行为部署的一个重兵的一个领域 的一个领域 原因是 比如说如果有一些TWS 无线蓝牙耳机 就可以自带一些祝福听功能 帮助你就是除了听音乐 还可以有一些祝福听领导人家的话 是不是说只有一种就是推广到一个力道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我们最近去跟互况 其实有蛮多消息在市面上跑 对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合作者 那因为像就是你们用AI 就是打造这个声音辨识系统 除了就是应用在目前 比如说耳机也好 不是助听器 反正是你创业的初衷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 现在就是这套辨识系统 你现在还有记得应用在其他的什么地方 或是什么其他potential的商机吗 OK 我们的这部分的话 因为其实我们本业虽然去做助听器 那其实我们成立两年来下来 很多人就有跟我们就去询问过 用我们这个人身分离的场景 这引擎可以去做怎么样的一个场景 那我们就其实在一些比较有一些 每天都会跑的场景 比如说像电话的客服 还有说像是一些就是比方说会议记录 因为大部分人做会议记录都很懒得 懒得去做会议记录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用我们这个引擎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辨识效果 那这块也是我们就是还蛮看好的一个商机 这样子 OK 有没有可能是未来可能真的就是耳真无限的基于助听器 可以结合在一起 我必须说这个时代已经快了 已经非常 对 你好就是像你刚刚讲到就是 可能一开始我就是先跑医 那目前就是如果我就是因为你现在等于说 你现在跟医生端的没有密切合作 目前台湾在做这边就是那个医生 这合格可以就是评估你说 你你是退化你要去带助听器 这种医生大概有几个 其实台湾的这部分 台湾在听力的这个领域是相对国外 我认为算是成熟的 因为其实台湾的医生 像耳鼻喉科啊 基本上多多少少都会去接触到听力的 在学校 我就在学校实习 或是在医院实习都会接触到这个部分 但是而且台湾的一个所谓的我们所谓的 比如说癌症会有一个癌症中心 听力会有一个经济中心 基本上在一些大型的医院 长庚正心医院啊 种种 基本上这个都已经成立了30年以上 所以台湾在医疗的这块医疗领域 医疗三队已经是非常成熟 而且我认为台湾还有另外一个强项 记载于是 我刚才有提到一个职业叫听力师 听力师他提到台湾那个 大部分都被规律在所谓的智能听语治疗学系 那很多很多有些学校可能在台大可能没有 但是在一些比如说是像一些中自备的学校 或是一些做医疗医院下来的学校 就是从那种堂根下来的一个学校体系 大部分都有所谓的就是智能听语治疗学系 那他这个其实就帮助了台湾就光内区市场 就已经足以就是提供出足够 称台湾本土的听力中心的听力师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在美国其实是反过来 因为美国在做这个东西啊 你知道美国的那个听力师 他甚至还比工程师还要高级 因为他们在美国的那个通物市场 好的听力师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难找 而且美国本土的大学也相对没那么 在台湾那个供给跟需求量 有达到一定的平衡 那这个也是说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不只占助听器领域啊 我相信台湾很多生意领域 也都有这些占了一个强项 而且大家不要忘 台湾是硬体制造王国 对 像这一波的那个病情啊 武汉肺炎嘛 这一波的病情 其实很多客户或是一些欧美的客户 原本是在大陆生产的 基本上就几乎就撤掉 改在其他地方 那当然我们公司也会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就立即去在台湾 马上找到另外一条7的partner 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甚至是这件事情呢 如果你是欧美厂 你要飞来台湾找也飞不回来 因为全部都封城嘛 对 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 就是在这个领域呢 就是有几个 可以多善用台湾的 既有的医药支援啊 还有教育体系啊 还有说台湾 别忘了台湾还有一个很强的 就是硬度制造工具 对 那也比较来一个软性的问题好了 对 建议我说你之前的工作公司 那你之前是联发科公司出来的嘛 对 那是怎样让你就是觉得说 我应该可以透过AI的剪模 打造出我想要做的这个产品 就是因为毕竟可能身在联发科啊 台湾这种是人人称陷的工作啊 就是基本上就是 顾好自己的工作啊 其实你都可以有还不错的收入 那为什么会忽然那时候就是想要有 就是有这个创业的行星同年 那就是选择用AI来 帮助你们打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 OK 其实我们 我们过去另外一位传办人 他是我的亲哥哥 我们是青春地理传办地理的公司 那基本上我们要做这个题目 其实我大概已经发想了 已经好几年 好几年 那我其实也可以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当初怎么会成立这间公司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 因为除了就是说 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 连巴哥心嘴好啊 超爽的 而且是爽到是那种就是 以前可能50公斤 然后大概连巴哥三年半 变成60公斤 你要多爽吗 每天吃吃喝 吃吃喝喝就很爽 虽然工作压力也很大 但是吃吃喝喝就 你就觉得钱不是问题 但是这东西 其实我们自己内心 当然我自己内部也去 思考过很多次 就是从想创业到 就是真实要创业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然后好像是说 因为我跟我哥创业 我有一个就是 我总要说我爸妈 对不对 那特别是有些新兄弟创业 可能就 家人是最大的瓶颈 那如果你如果结婚生小孩 你还有一个太太 或是小孩要顾 那这其实等等都会有一些因素在 那我先不 我先把开这些不谈以外 我认为就是当时其实还有一个有因是 因为创业讲求天时地利仁和 天时这个是 我认为是足够让我出来创业 成功率有一定的把握 原因是因为当时 像助经济这个领域 一直以来都是FDA规伴 就是你要跟医院拿到处方前 你才能去做后面佩戴的事情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这十年来有很大的转变 原因是因为就像我讲的 使用者觉得太贵 所以使用者开始去游说一些像BOSS 苹果 或是一些等等的一些消费型的巨头 去跟美国政府做请愿 说有一些东西可不可以作为下方 就像你刚刚讲的 无限恶心能不能有一些祝福成功的 这其实十年前就已经有开始做这些事情 就请愿喔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出来创业 原因是因为川普 就是美国现在的总统 他在2017年年底 签署这个法案 他就是签署这个 所谓叫OTC 或者叫Counter 非处方前的助经济法案 那我们也是要签署这个部分 大概应该是一个礼拜吧 说当天可能太夸张 所以大概一个礼拜 我跟我哥就跟 当时的公司成不辞职 就出来筹备 创立这些公司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是我们 是现在想起来是最大的一个动机 因为 你总要有这个机会 你才能去说服我刚刚讲的 爸爸妈妈 一些亲朋好友 有家人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 最大的挑战 当然我现在想起来 可能就是当时 真的会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因为其实公司刚成立 我们光辞职到成立 大概筹备半 所有事情都自己 找办公室找人找钱 付薪水 然后你的那个市场方向 这才是关键 你要怎么做 你要做很多很多的尝试 那这其实最辛苦 那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 很多创业的人 这我才发现到 哇这怎么这么痛苦 那我觉得我还是会鼓励大家 就是说其实 现在的一个创业的机会还是长 就是不管是生意领域 或是AI领域专业的机会还是长 但是就是我觉得 大家可以多想到自己的目标 还有想想当初 为什么自己会要出来创业 其实你会发现到 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海阔天空 对对对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因为我不知道现在直播的TA 到底是怎样的组织 那我这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怎么讲 因为 那时候你在你的活动节 其实有提到说 就是AI对你来说是一个陆军 那就是如果就是要给 不管是可能现在 不管你现在是在新创公司 上AI engineer 或者是真的在业界 就是一样用AI建模 或是你现在是一个founder 可能是想要利用AI 做自己的start 那根据你这样两年半的经验 你会就是 就是 就是看我这里说 陆军是你们整个business的 就是这个hardcore 那你会有这样的redmark 跟建议这样 我其实 其实刚才那个陆军 我们 我其实 因为 经营公司总会有一些想法 那其实我们 我们在经营公司的这一块 其实我们把它分成了陆海空三军 就是三军陆海空嘛 那陆军就是我们指的这些所谓的核心能力 包含就是说跟医院啊 跟我们这种做晶片啊 做注定器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实力 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因为这个是 你看 谁都救不了你 但是另外一个所谓的空军跟海军 海军我比较强调就是说 就是你在国外的连结 你在国外的连结 比方说 你有可能 你有可能是 会透过一些 餐展展展展 去把你的东西展示给国外 或是一些 专业的康普人去展示和国外 那这个海军的部分呢 我相信 他就像是一个 就是海军嘛 你钱总是要花的 刀口上 不然你钱就像丢到大海里面 那我相信 我们其实我们在早期以后 尝试过很多 错的方向 就比方说 参加过一些展展 但是我们认为在效果实在是有够差 而且还一直花 给我花个 50万100万 这种是很 就是 这个其实就会看每一家公司的一个 产品经营的一个方向 但是这个部分呢 我认为 他在公司久了之后呢 你总会需要有 专业的人去 来帮你做这件事情 因为有时候是 我的经验 有时候参加展展对我来讲是 我没办法短期之内 你会知道他的效益 所以我需要有一个人去帮我评估出他的效益 在我出国 团队出国之前 对 所以比如说我可能出国之前不只是展览 我可能是打某个通路 我的目的是什么 对 那这个就我认为 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个 可以分散的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空军 空军的话 我们指的是说 就是 谁能在外面 就是跟 当着你客户面前 给你述一区 你给大家目前说 这一家公司非常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空军 对 因为这个的话 其实不管 这个人不管是大公司 或者是说 他是一个很强大的通路 这个人 他其实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因为空军在整个作战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先给敌方下马威 怎么叫做下马威 你今天是一个两年 成立两年的新创公司 你要怎么让你的产品 客户愿意用 虽然你的产品很棒 很厉害很优秀 做得比客户好 可是你要什么 让你的客户愿意相信 这是两年的公司做 这个我觉得是 现在很多AI新创最大的困难 对不对 那空军他带的是什么 他也是个飞党 对不对 他带的是一个炸弹 他就一直飞过去 一个领土 丢一个震撼单下去 然后告诉大家说 有这样一家公司 而且是他 他虽然可能不是最高层出来帮你上台 但是他有可能就是 他用什么 他用他的文宣广告 新闻稿 去帮你宣传这些东西 那这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公司 反正里面就是所谓的空军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段 其实也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我过去有看过一些 就是AI新创公司 可能是我们的一些好朋友 就是也是在创业的好朋友 其实我们都会是 就是多交流一些 比如说一些门路 或是一些就是推广的方式 那我觉得是说 越早导入这样的一个思维 就是分封合作 可能对于AI公司的产品的长久 就发展会越来越好 对 好 那应该目前看线上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更经营的问题 那希望今天Blue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在线上的各位有一些收获 那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AI Meetup就到这边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每一个月都会就是举办AI Meetup 那下一个月的话就是题目待定 那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粉专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预计这两个月的AI Meetup 都会用线上的 粉专可以用我的网址 粉专网址 好 那今天到这边 谢谢大家